他来了他来了 上一次还是年初的微薄之夜 从王牌部队杀青后 肖战好好休息了几天 看上去整个人的状态不错 但是他表情一脸凝重 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 肖战的老搭档王一博这次也出席了星光大赏 他又选择了女士外套作为战衣 男性中他算是特别喜欢穿女装的了 不过王一博的脸部状态就很一般 法令纹身像眉睡醒一样 也许是形成太多 很难维持好状态啊 受成成功的吴亦凡 颜值确实回春了 但是还是有些脸肿 毕竟年纪上去了 不可能永远年轻 但是人家身材满分 穿啥都好看 走起红毯上 男模气质满分啊 洋洋的造型实在是太拉垮了 这件白西装不仅显得廉价 还把它衬成了五五分 造型师请出来挨打 这么重要的场合 就被衣服给毁了 丁宇熙今年 靠 陈谦谦火了 但很快人气 就掉了下去 这次走红毯 感觉他又瘦了不少 头戏特征 变得更明显了 旁边 与他同框的小爱豆 脸型明显就流畅很多 一个三人小男团 出场时 成员穆紫阳的西装 似乎出BUG了 后背一个带英文的 白色标签没撕掉 如果说是西湖 本来的设计 那这围和感也太强了 可能是太着急上台 造型师和队友 都没有注意到啊 还有一位 男演员徐正希 抓着平底锅 就上阵了 主持人还一脸 好奇问为什么 之后他解释 是想在红台上 和助曲当合照 这理由 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很难让人不猜想 他是卫博眼球 许光汉这次是和杨超越 一起走红毯的 但是俩人看上去 关系不太好 红毯全程没有互动 三十而已的 三位男演员合体 可谓是渣男 大聚会 许放炮 带着绿茶出场了 海王带上了三叉戟 男演员为了让自己 在红毯上留名 也是拼了 于正力捧的 男演员许凯 这次带着金丝眼镜 拖油点斯文败类 帅哥纳卫尔了 陈飞宇和罗云熙 这对新搭档前后上场 两人还来了一次互动 罗云熙 实在是太瘦了 整个人非常干瘪 完全瘦到拖向了 而且头大身子响 比例虐到不行 这种外形 在男星中 实在是不出众啊 男星在红毯高清镜头下 谁帅谁照片 真是一眼 就能看出来啊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you want to know